电影《熊猫计划》正在热映 成龙做客栏语会客厅 和我唱谈了影片拍摄幕后 他说自己虽然上年纪了 但是一直坚持真打 绝不会糊弄观众 他还和我聊起了 在湾区声明月 2024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 唱歌的幕后 Action Action 来聊一聊这一次新的电影 其实这两个熊猫一直非常熟悉 很多的朋友都看到您在多个场合 而且是重要的场合 都会带着它们和很多的 国际的一些名人 都有过合影留念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个熊猫 我是联合国保护动物的一个大使 那文川地震的时候 我就去到那边看见它们 我就领养了两只 那两只叫龙龙凤凤 那这么巧我在英国 做宣传的时候 照一个build a bear 就看见两只熊猫 我自己有两只 我不如真的拿两只 是纪念它们 我要自己许愿百姓签名吹气 拿出身子帮它做衣服 你不是买一个 你自己做了一个baby出来 就是哇 就这两个 刚刚那个在英国 白镜汉宫拍个照片 到了德国拍个照片 到了白宫 白宫拍个照片 就变成很多名人跟他拍个照片 很多地标我拍个照片 就慢慢慢慢形成这两个就到哪里 我就带着他们 但现在就一直跟着我 变成一个习惯了 这个是常常送的 这是他从奥运会带回来的是吗 对 所以我挂到这边 看来现在他也是冠军熊猫宝宝了 那我小时候看他们 可以为自己国旗升起来 你眼泪就会下来 就是我做不到 他们做到 所以他们都是我的英雄 所以我就拜他们 有任何一个机会 我可以做到为国家升旗的 我都会去做 40年前吧 见到李宁 我说如果我不是拍电影 我是练体操的 我没有你你灵了 他就嘎嘎嘎嘎嘎嘎 在笑 没有我在开玩笑 但我一定会练体操 你看我的翻滚蹦跳 那个是多厉害 但是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没了 我觉得您已经完全忘记 自己现在是中感冒的一个状态 鼻子塞住了 就刚才看到您的这个状态 我就想到 在电影当中也是一样 讲到说只要一喊action 好像您什么都会忘记了 只要听见那一声开拍 所有能量变回来 action 真对白 导演给了我说 把真的对白讲出来 我真的是 你看我跳钟楼也好 跳什么 真的是听那个action 怕不怕 怕 不然的话我跳钟楼 为什么七天没跳下来 七天拍一个镜头 每天就拍这个跳钟楼 就每天看着 宏敬宝走过来那天 我最记得 你有完没完呢 你这个镜头 哥 你帮我拍吧 来 我来 我来 拿个机器 准备 准备 突然间就兴奋上来了 rolling action 蹦蹦蹦下来 在这部戏当中 您依然坚持了针打 对吗 而且很多的镜头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你为什么要坚持 亲自来完成 年轻的时候 我做很多 你们想象不到的动作 现在的动作 做我现在这个年纪的动作 我能自己表现的 还是尽量给观众看见 我自己做 因为一部戏拍完 就是永远的了 所以我们任何情况之下 一定要去坚持完成它 就是这种敬意求精的精神 才成就了那一幕幕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会有今天这个成就 那个是我指着 我要完成它 我要把它拍好 听说史册拍摄的时候 还挺恐高的 您当时是怎么帮他 克服这个恐惧的 我就跟他讲 我可以找替身 我说你会后悔将来 那你如果自己做 你会很骄傲的 电影是这一辈子 让我欣赏这种演员 他虽然很怕 尤其是在那个叉车 但是一路哭一路去 完成一个动作 就是因为您敬业的 那种精神 也在深深地感染 这些后背 可能是一会这样 真的是 那您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给大家传递 什么样的精神 更爱护熊猫 用任何方法 把我们所有中国文化 传递出去 我们的服装 我们的吃的 种种种种 要透过我们14亿人 涮扬出去 希望更多世界的人 了解我们中国文化 不单只是熊猫 最近大家讨论热度非常高的 就是您在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的 开场的 真唱的表演 大湾区那个很遗憾 自己出来抢了两个板 你知道那个晚上 我彩排了多少次 正式开场 他们一兴奋的那个鼓 我走到那个走廊 我跟顶听不见 我听不见那个 好去面对那个音乐 一出去之后我才音乐才回来 我才 你想都想不到的 好像香港回归的时候 排练 我骑个马 带着所有的影集圈的人 站在那边 正式的时候 我上的那个马 等到那边 准备大家出场 大哥走 打鼓打势 我那个马 整个跑道就我一个人 人家以为我在表演 你永远所有一定要彩排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我太多这种意外了 准备唱歌 一个人 他刚才送过花给我 谢谢 拍子没了 没了 因为对我来讲 我不是那种职业的 三 二 三 四 拍拍身上的灰尘 沉着疲悲 有时候你看我就说 算是 大概送个花 谢谢 那我就会 不好意思 我试过几次 两次 不好意思 音乐从来可以吗 那个传讲观众就在笑 跟他说 对不起 我唱歌那个时候 别送花 谢谢 最怕就是唱这首歌 在我心 嘿哟 他是 嘿哟 我曾经为了这个 跟李宗盛吵架 我说你为什么要 给我唱一种歌 我不能唱现场的 嘿哟 嘿嘿 嘿哟 多好啊 在我心 嘿哟 他是 我就我不懂 我说我不是职业的 我不要唱那么难度高的歌 你给我容易一点 我常常真唱的 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 我听唱没有压力 我听唱 难说再见 你的微笑一路在我眼前 难说再见 永远不忘转身瞬间 海阔天空在明天 再相见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期待着 明年您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会不会练一年的时间准备 对 我明年就练这个排排身上 我还曾经想过林子强唱广东话 我唱 我想过这样子的 闭幕就唱南说再见清唱 就不管怎么样 明年我都跑到您那桌去 您要清唱一段 好吗 好 约定好 好 好 yes 后悔了我已经 比太阳更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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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